我們非常感謝天上的真神能夠在今年度我們新竹小區 能夠舉辦第二次的理會者講席 那在今年連續有參加這兩次理會者講席的群聚首 放下 沒關係有很多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教會可能有事工 家裡可能有事 當然我們不見得能夠多參加 但是能夠有空的時候我們能夠常常的領修自己造就自己 我們也就能夠來造就教會 畢竟我們領會人員我們必須要時常的能夠來領受 從聖經當中的智慧以及聖經當中的知識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造就自己也能夠來造就教會 我們先來看一段經文 格林多前書 格林多前書 十四章第一節到第四節 格林多前書 十四章第一節 第一節 我們一起來唸 第一節 預備唸 你們要追求愛 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講道 那說方言的 原不是對人說 乃是對神說 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他在心裡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但做先知講道的 是對人說 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說方言的造就自己 做先知講道的 乃是造就教會 那也就是在這一次 我們教牧主 來訂訂的 找到的題目 找到的題目 也就是從這裡 那個做先知的 就是要懂得來造就教會 然後也要懂得 從這個二節這裡面所講的 先知講道 那我們要怎麼能夠做好 像這樣聖經當中的先知 講道 也就是從這個經文當中 我們從第一節 第一節 我們看起來說 你們要追求愛 那第一節 這邊怎麼會突然的會講到說 你們要追求愛 其實這樣的經文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單單只看這個經文 我們是沒有辦法來了解 為什麼保羅會在十四章的第一節 只單單的講到你們要追求愛 我們知道啊 約翰福音十三章 主耶穌賞釋最大的誡命 叫我們彼此相愛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 但是 在這個第一節 我們要怎麼能夠去了解他的內容 那我們就必須要從前後文 來尋找答案 那我們只要把 再從這個十二章到十三章 這兩章的篇幅 我們去整個去讀過去了以後 我們也就比較能夠知道說 為什麼在十四章的第一節 就講到說你們要追求愛 那也就是在十二章的三十一節 這邊講到說 你們要切切的求納更大的恩賜 我現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那也就是保羅 從耶穌基督這邊得到了很好的啟示 也能夠知道說 怎麼能夠成為一個先知 又能夠講道 來造就自己也能夠來造就教會 那這個當中 講到的最妙的道 它要指示我們什麼呢 也就是在十三章的十三節 十三章的十三節 如今長存的 有信 有望 有愛 這三樣其中最大的就是愛了 所以說其中這三樣最大的就是愛 它就連結到十四章的第一節 你們要追求愛 所以我們這一份信仰 來告訴我們的 來教導我們的 也就是告訴我們 有信就是有信心 對這份信仰 我們自己要有信心 因為我們是 我們已經是在這個講台上面講道的 又或者是說 我們已經在準備當中 要上台 要來為神來講道的 所以說我們就必須要知道 這個最妙的道 是從哪裡來 也就是要從信心來建立的 如果我們自己上台沒有信心的話 怎麼能夠來造就教會 來造就自己 來造就教會的弟兄姐妹 沒有辦法 所以說一定要有信 然後有望 也就是盼望 我們每個人對這份信仰 始終如因 就是對神的盼望 對神的依托 交托 對神的依靠 我們就是這樣的盼望 我們就相信 我們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在我們努力的自我靈修 自我準備的整個過程當中 相信我們因著我們這樣的盼望 神必定能夠將這個最妙的道 也能夠從屬靈當中來啟示我們 來讓我們知道 有愛當然就是彼此相愛 有愛因為這個愛 也就是主耶穌基督 在這個世上來賞識我們 來追求這其中的彼此相愛 這個也就是最大的誡命 所以我們從這個十四章的第一節 原來他這邊講的追求愛 我們把前後我們的經文 來了解了之後 我們就比較能夠知道 他裡面在說什麼 所以後面講的說 也要切募屬靈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講道 什麼叫做做先知講道 我們在台上講述的 這個訊息 講述的這個訊息 不是我們的訊息 不是我能夠理 我的理解的 我的知道的 這樣的內容 來讓教會的弟兄姐妹知道 不是這樣 而是為神來說話 先知就是神 特別簡選的 要為神來說話的 所以說先知講道 就是在人的面前為神來說話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 異解這邊我們就知道了 原來是先知講道 原來是先知講道 所以我們在教教的這一個 來解釋這個第二節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 像我們這一束教會 能夠來了解 什麼是方言 方言這邊就是講的靈言 也就是我們得著了聖靈 我們得著聖靈 那個悟性禱告的 他還沒有得到聖靈的人 就只能念哈利路雅 讚美主耶穌 哈利路雅 讚美主耶穌 因為還沒得到聖靈 所以他還不會說方言 所以說我們得到了聖靈了以後 我們就再也不是悟性禱告了 而是用方言的方式 用聖靈禱告的方式 來向神來說話 所以後面就講說 不是對人說的 乃是對神說的 所以我們禱告本來就是對神說 不是對人說 那個我們只是都很習慣的 用悟性禱告 我們只是用我們的 我們只是用我們自己的 知道的理解 來講述 來講述 來講述我們想要說的內容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會去從這個 我們從這個悟性禱告當中 能夠真正的來領受 但是從聖靈來禱告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這個聖靈在我們當中 就會來感動我們 來感動我們的時候 也就能夠來造就我們彼此 所以後面講說 然而他在心裡 心靈裡 確實講說各樣的奧秘 這個心靈裡 就是在靈裡面 在靈裡面 在聖靈裡面 前面講方言嘛 外教會只能最多解釋到說 在靈裡面 靈裡面 但是也是講的沒有辦法 能夠來完整的來講述這個 惡解的內容 但是這個方言就是聖靈嘛 就在聖靈裡面 這個就是在外教會 他們在這個 這個四經學是真的沒有辦法 從聖靈當中 得到屬靈的奧秘 屬靈的啟示 所以後面就講啊 講說各樣的奧秘 只有聖靈才能夠帶領我們 講述各樣的奧秘 那第三節 第三節 這邊就是講到了 這個我們做先知講道的 目的 目的 也就是要造就人 要安慰人 來勸勉人 造就人 安慰人 勸勉人 所以做先知講道的 我們在準備那個 一個獎章的時候 我們就像煮菜一樣 我們煮菜 譬如說一個高麗菜 一個高麗菜 我要怎麼能夠讓這個高麗菜 能夠好吃 色香味俱淺 那就必須它有它的濁料 配料 所以說這個高麗菜 要炒下去的時候 它的濁料是什麼 它的濁料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設這個 那個講道題目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來思考看看 我們要設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這個從這個主題當中 然後再去設大缸 然後再從這個大缸當中 再去設小點 然後小點 然後回應到大缸 然後這個大缸回應到主題 那你整個講道的內容 也就完整了 也就完整了 所以你看一個高麗菜 要能夠讓高麗菜就是這個主題 然後再來 要能夠讓這個高麗菜 能夠好吃 就有它的大缸 對不對 它的大缸是什麼 然後先放沙拉油 先放油 再來那個 那個蔥 蒜頭 蒜頭下去爆香 那個爆香完畢了以後 這個時候高麗菜移下去 哇 這一道菜就完整了 所以準備獎章 也就是等於準備一道佳肴一樣 傳道是用高麗菜這一道菜 來講述 來這個準備的這個方向 當然還有客家小草 那各家小草 它的大缸就比較多了 那就為了時間的方便 時間上還是不要講那麼多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造就人 這邊講的 這個三姐這邊講到的 要造就 那造就就是要怎麼能夠 從這個聖經當中 從我們的理解 來去造就人 所以這個造就要怎麼說呢 就像蓋房子一樣 我們都是必須要有地基 然後一層一層蓋 那我們要怎麼去造就人 造就完成這個房子 有這個地基 然後一層一層蓋以後 也就完成了對不對 那我們在組織獎章也是這樣 那我們組織獎章 如果我們沒有自己 有一個良好的 靈修的那個生活習慣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 從這個聖經當中 或者是從一個題目當中 可以去完整的 去把這個獎章 來把它組裝完 那個組合完畢 因為我們只是 我們可能最多就是用我們的理解 去組那個組合我們的獎章 或者是用片面式的 片面式的 或者是用現在大家用電腦方面 用電腦 只是用我的理解去尋找我想要講的內容 那只是如果說只是用我們自己的了解 去組裝一個講道的內容的話 也就沒有辦法來造就人 也就沒有辦法能夠來讓自己 也能夠讓教會都能夠從這一次的講道當中 能夠得到最好的造就 所以你看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造就 造就這兩個字 不單是對自己 更是對教會 所以我們就是要懂得 常常的 每天的讀經禱告 我們每天的讀經禱告 然後靈修自己 然後有空的時候 再看教會的所發行的書刊 多看我們的內容就會更多 然後傳道也都很習慣 有讀經的習慣 所以說用讀經的方式 看到這個 剛好可以拿來當主題 拿來當主題 它的內容就鎖定在這一段 然後之後再向神禱告 那我要怎麼去組織這個獎章 然後我們從舊約新約 再去查考 就能夠完整的組織一個獎章 所以說這樣才能夠造就 這邊講的造就 那你看先知講到這邊講的安慰 這個安慰是什麼 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會發覺到 有許多人真的需要安慰 如果有人需要安慰 但是我們身邊的人 卻是很冷漠的來看待他的話 是沒有辦法感受到 教會有弟兄姐妹的愛 教會有屬靈的愛 更沒有辦法體會到說 教會有神的存在 所以這邊講的安慰 尤其是我們是在自己教會 在擔任這個理會人員的時候 那我們更是要向神來求智慧 因為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彼此之間都很認識 我們有時候講一個例子 但是有一些信徒就會以為說 你是在講我嗎 你講的內容好像都是在講我 本來是要安慰人的 反而怎麼不小心 就變成一種針對性的 因為我們都是教會的弟兄姐妹 因為你認識我 我也認識你 所以說我們要避免 在教會裡面在講道的過程 然後發生這種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說我們更是要向神來禱告 在講道的內容當中 也能夠透過神的話語 來安慰人 來安慰人 這樣的話也都能夠造就到彼此的 這邊講的勸勉人 這個勸勉 其實它跟安慰也是有相同的意思 但是這個勸勉人 他更是在信仰當中的提醒 他告訴 他主要就是說 在這個信仰 在這個人 我們的弟兄姐妹的信仰當中 不至於 不至於怎麼講 怎麼講呢 就是灰心跌倒 不至於灰心跌倒 所以我們能夠做先知講道的 我們看到了教會的需要 教會的軟弱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在我們的講章裡面 能夠有這樣的內容 然後讓我們的弟兄姐妹 不至於灰心來跌倒 這樣的話 我們把這個獎章 能夠交托給天上的真神 然後再來我們認真的去準備的時候 也就像這一個第四節 第四節後面所講的 做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了 所以我們接著一到四節 然後接著早導會 很簡短的這樣的內容 來跟我們的在座的每一位領會人員 來分享 也求神能夠帶領我們 也求神能夠抗顧眷顧每一位領會人員 在未來的服事當中 也都能夠造就教會 那我們現在要來禱告 然後我們那個領會人員 如果需要按手禱告的 那我們自己拿禱告墊 然後自己在前面排 排一排兩排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同心禱告